这个男人是真牛逼 即便不会魔法 也只需一根木棍就能隔空点燃蜡烛 牛逼在这个魔法为尊的世界中 被选中为神觉者的魔法使得点赫的强大 身为世界的统治者 凡是与魔法相关的事情皆需他们除了 故事紧接第一季 马修一行人成功击败七摩雅 雷安宿舍的吉比被亚德拉宿舍进收囊中 可在与邪恶组织纯粹根源的战斗中 马修不会魔法的事情暴露 被救的学生是白眼狼要向老师接罚 虽然当时被同伴的气势压倒 但依旧没有阻止消息流传 飞机头上前挑衅 马修目光呆滞结结巴巴否认 眼看芬恩想要包庇 飞机头威胁他也会因此被霍格沃兹退学 芬恩不爽关尼鸟事 却不料飞机头直接被压在了地上 魅控兰斯现身救场就是看他不爽 放学后宿舍举办宴会庆祝获得胜利 他们离神抉择已经更进一步 芬恩吐槽为什么阿贝尔和阿比斯也在 阿贝尔还带来了扑克牌 并傲娇之所以出现 只是为了庆祝阿比斯权益 阿比斯威胁游戏必须让阿贝尔 不然就当场翻脸 殊不知阿比斯是个纯情小男生 对所谓的女孩子完全没有抵抗力 雷蒙想要给马修喂食泡妇 真就暴风吸入 此时场面混乱不堪 众人两两分组就完个人 随后阿比斯警示马修被盯上 对方是魔法界头号犯罪组织纯粹的根源 之前他们帮对方在校内搜寻魔力之高的人 作为回报阿贝尔从对方那里得到了力量 他的第三季号是人造的 但真正的三线魔法史将更为恐怖 阿贝尔的目的只是想获得及必成为神觉者 即便牺牲少数人也要成就大力 可从对方的反应看来 他们想找的人似乎跟马修有关 因此纯粹的根源肯定还会再来 西罗牙也会以某种形式被惩罚 阿比斯表示 阿贝尔其实只是想像母亲一样 创造一个温柔的人也能和平生存的世界 只是过程走了歪路 幸好马修出现及时拨乱反正 如果是马修的话 说不定真的可以实现所有人和平共处的世界 此时窗外出现飞鹰传输 众人一看面色一惊 马修因为隐瞒不会魔法遭到了魔法局的审判 这个世界是由神明创造的 魔法同样也是神明赐予人类的奇迹 麻瓜则是破坏这个美丽又和谐的奇迹等 总而言之麻瓜就是世界的bug 而bug就必须紧快修正 马修认为给世界带来些许不完美也不坏 光头男刚想怒喷 却被突然出现的声音打断 这个世界没有毫无根据的自信 只要最后能成功就是好结局 想要成功就必须拥有自信 来者是魔法警备队队长 光之神杖黄元 不对是莱奥 他表示所有人都生活在规则之中 规则就是少数服从多数 没办法尊重每个人的意见 不然就没法建立秩序 马修想要改变 只需要让他的意见成为多数人的意见 说罢对方让马修在不接触蜡烛的情况下将其点燃 在魔法就是一切的世界里 他必须展现超越魔法的奇迹 证明自己可以独当一面 光头认为麻瓜绝对做不到 殊不知马修只需一根魔杖即可 就算没有魔力 也还可以钻目驱火 马修使出母胎单身的手速 用肉眼看不清的超高钻速成功生出大火点燃蜡铁 既然如此这个世界的尝试就由我来打过 突然马修左腿便被黄沙包裹 随后马修遭到了攻击 六位神觉者同时现身 目的就是为了处决马修 所谓规则就是将每个不同想法结合的工具 他们这些身居高位者 绝对不会允许出现特例 因此对于隐瞒麻瓜身份的马修处以死刑 光头突然出言反对 此刻他周身散发黑暗气息 整个人已经被纯粹的根源控制 马修是他们需要的人 因此警告神觉者不要插手 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 对方自告光头已经被植入了寄生魔法蜂 此种魔法生物极其危险 可以吸收人类的魔力 以人类为媒介羽化 还会把试图拯救宿主的生物当作下一个宿主 幕后之人嚣张发出宣言 这个世界已经是纯粹根源的囊中之物 来要接下对方的战书 漫长的战斗也该分出胜负 魔法生物就由他来去除 魔法局员工爆炸头出面阻止 此虫是魔力浓厚之人的天敌 一旦被寄生就会瞬间完成羽化 谈话间马修便已出手扯下魔法虫 随即虫子爆头钻进马修体内 马修淡定解释 他在口中边舔虫子边打劫 随后马修礼貌将光头扶到一旁拜拜 事情解决他想要开溜 但欧特却不打算放他走 没有魔法就得不到尊重 他依旧逃离不了死刑 马修拒绝不跟他走 说罢双腿扎根地面哪也不去 欧特见状打算就地将马修处决 关键时刻来要出手阻止 欧特不能代表所有神觉者 至少他还没有发表意见 随后一柄金色大剑射来打断了二人的争论 校长和雷恩终于出现介入此事 在魔法学校暴露不会魔法有多严重 马修刚一暴露就引来所有的神觉者要处死他 校长希望能给予马修一些时间 毕竟纯粹的根源为了他第一次派人入侵 他很可能是找到纯粹根源的限制 马修意外校长人还挺好的 殊不知校长可是前任神觉者 并且还是唯一一位和纯粹根源交过手 是魔法界的传奇人物 胡料欧特并不认同校长的观点 规则就是用来遵守 不会魔法的人就该被处理 校长突然摘下帽子弯下了腰 虽然马修还存在各种缺点 但却有着能够打动人心的奇特力量 是能改变如今世界常识的人 不仅如此 至今为止 麻瓜都被当作劣等穴的 校长逐渐对这种歧视抱有疑问 价值观是会随着历史改变的东西 但想要改变世人的价值观 需要莫大的勇气 因为这代表对方必须承认 至今为止的所有错误 可错误就是错误 见欧特依旧不打算放过马修 雷恩也出面请求大家 马修身上有着让他信任的理由 然而在场的大部分神觉者 都不赞同将个人感情融入规则 也没有重新考虑的必要 麻瓜就应该接受处分 然而本因审判马修的光头审判长 也改变了主意 虽然他坚持认为魔法 是神明给予人类的理由 麻瓜就算被冷落也理所当然 但他的命却被马修这个麻瓜救了 就算这个决定被认为是不负责任 他也毫无怨念 他赞同在宽限马修一些时间 欧特见状不再继续坚持 但他有个要求 说到底马修只是对抗纯粹根源的棋子 今后必须在他们的监视下行动 并且他还要证明自己有能力 对抗纯粹根源 就看能否成为今年的神绝者候选 一旦失败马修就必须接受急刑 马修答应这个环境 但只是这样他觉得还不够 随即马修单手砸地保持 那酥脆的根源就由他来痛点一点 事后同伴是真的无语了 没想到马修真的不会魔法 多特突然提议出去玩放松心情 芬恩好奇大家的变装形象 却忘了宿舍的人都是奇葩 多特一身铠甲现身 马修则一边锻炼一边前进 本以为蓝丝看起来很普通 殊不知还没帅个两秒半 那没空的属性就彻底暴露 多特带他们去了一家 只有这里才有的打板 只要用纸巾让喷嚏五尾熊打喷嚏 其鼻涕就能固化当飞镖射出 马修刚一上手就用鼻涕打赠多特 多特有仇都是当场暴 接着蓝丝想去试试新的魔杖 正好神绝者候选人快开始了 因为纯粹根源事件导致考试时间提前 但对他们来说刚刚好 反正疾病已经足够 为了可爱的妹妹 就算面对马修她也不会放水 马修一行来到魔杖店铺 满墙的魔杖让小老弟兴奋不已 只要释放自己的魔力 和自身相匹配的魔杖就会自动飞过来 作为魔力的输出装置 魔杖对魔法使来说就像是身体的一部分 可以大幅度提升使用者的水平 随后蓝丝也尝试了一次 随着魔杖飞出店长吃惊 那是在两条刚能操控的魔杖中 也是相当难以驾驭的 马修真是牛逼 没有魔力也想要体验 随后她注意到地上也有一根魔杖 连地面都被砸出一个坑 此魔杖很久之前就已经在这里了 因为太重所以没人能拿起来 传说魔杖之下蕴含着精灵之泉 用了这个泉水就能制作无欲伦比的魔杖 但千年来没有一个人有这个力量 这话一说马修就不同意了 店主激动万分魔杖 就免费送他 随后雷蒙和热血学长也姗姗来迟 众人愉快地玩了一整天 学校生涯此生无害 马修开心这还是第一次和朋友一起玩 希望下次还能在一起出来玩 神觉者候补选拔考试快要开始 马修却希望能回家一趟 话虽如此 马修还是决定先回家一趟 殊不知此刻 欧特并不打算善罢甘休 认为校长年事已高脑子也糊涂 没办法做出合理的判断 既然如此身为上位者 他要解决后患 因此希望欧尔加宿舍监督生出手 干掉马修 但马卡龙可不会因为 他是神觉者就出手帮忙 只因他追求的只有刺激 欧特表示马修击败了 同为监督生的阿贝尔 然而马卡龙却看不上阿贝尔 其必也不是越多就越强 可在得知马修没用魔法之后 马卡龙就态度大便 猝不及防地为众人 来了一首激昂的钢琴曲 来表达自己的激动之情 在马修回家期间 小伙伴也一同前来拜法 老爷子对于马修 能交到朋友开心不如 多特星系还带了伴手 蓝丝更离谱送上妹妹的周边 看着四个沙雕在房间来回乱窜 老爷子多少能体会纷纷的不容 不过他完全没想到 有一天马修身边 能有这么优秀的伙伴 只希望要是能一直这样就好了 殊不知此刻危险正在接近 自从得知马修不用魔法 完胜阿贝尔 马卡龙就彻夜难免 想要快点和马修见面 不料天上突然降下 无数金色大剑 阻止他们继续前进 随后雷恩现身 充当马修的看门人 物理魔法史最新一集究竟有多高能 雷恩觉醒第三条记号 唤醒寄宿在魔杖里的神之力 马卡龙彻底猛逼 雷恩用自己的行动 诠释了何为男主背后的男人 但更为炸裂的还在后面 欧特阻拦男主参选神觉者考试 男主霸气回应 牛逼 要知道在此之前 马卡龙九岁半的时候 凭借压倒性的实力 就已经打败了练习两年半的同学 一跃成为欧尔加宿舍的监督生 而监督生都是有能成为神觉者的前置 本想着要去挑战男主 没想到半路遇到了雷恩这个神觉者阻碍 作为对手马卡龙有必要装逼一下 随着响指一打召唤出一架钢琴 毫不夸张开始了他的表演 眼前的一幕让雷恩傻眼了 压根就不知道他在搞什么挥击 原来他并不是以成为神觉者为目标 所谓的神觉者也只不过是个名号 他跟雷恩不同的是他要追求纯粹的力量 两人的对峙开始 雷恩率先发起无尽之忍 不料全都被马卡龙的音乐符号所一打 随后马卡龙突然发难向天空召唤出了咆哮之声 沙内间就将雷恩给压制住 等他缓过神之计才发现 自己的周边环绕着无数的音符 马卡龙对此很是嘚瑟 甚至还建议雷恩不要进行反击 这些音符可是会在涌唱咒语的瞬间产生爆炸 压制住雷恩后 马卡龙开始质问雷恩为何会悠闲到主动帮助别人 这种无聊的行为让他很是不熟 对于雷恩这种价值观根本无法满足他所追求的刺激 他奉劝雷恩赶紧滚蛋别阻止自己去挑战男主 文言雷恩也给予了解释 男主虽然是个狂妄的后辈 但他曾说过 即使不能使用魔法也是能够成为神觉者 而且他还说要改变这个世界的常识 说着便爆发出了强大魔力 这种气场瞬间让马卡龙惊呆了 此时他的脸上出现了第三条记号 要知道在这个世上 拥有三条记号的魔导士却是凤毛麟角 如果说二线魔导士是拥有被魔法选定的才能 那么三线魔导士则是被神所选定的才能 而雷恩正是史上最年轻觉醒三条记号的人 对于男主要改变世界的常识 不管是男主鲁莽的觉悟还是冲动 他都必须要见证到底 而男主这个男人很不一样 那家伙正在反抗 反抗自己的命运 对于马卡龙这种肮脏的家伙而言 你们是无法理解的 另一边 男主由于在家玩游戏玩得很郁闷 于是跟同伴们打了声招呼跑到了森林 之所以跑得这么快 只因大家都在的话 他无法吃到这个限定版的泡芙 然而一回头就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对于雷恩刚才精彩的演讲 他表示自己并不能苟同 为了让自己站上更高的舞台 他吩咐两个小卡拉米架起了乐器 随后发动了一连串的音乐朝他而去 原以为无法吟唱咒语的雷恩会陷入走投无路 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事 凌克毒 Hawing Sounds HOWLING Sounds 他発動する事中 がかき消された SUMMONS роп K k k 战斗结束后 男主也随之出现并跟雷恩到了血 他告诉男主神绝者选拔赛即将开始 但在此之前有一件事要告诫他 这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不要认为失败了还能重新来播 必须要打赢才会得到应有的背包 而逃出雷恩大招的马卡龙也幸存了下来 他很期待神绝者选拔赛与男主的队类 为了让同伴都能参加选拔赛 男主将自己的疾病给予了多特和芬恩 这对于不善作战的芬恩很是头疼 同样兴奋到极点的多特也彻夜未眠 由于纯粹的根源事件影响导致了考试提前 原本参赛资格持有的五枚吉壁改成了三枚以上 然而还未等男主出场 欧特就在选手通道等候着 他始终无法认同无魔力的男主 只有规则才是能使人成为人上人 只要有自己一天的存在 男主就无法在这世上得到承认 对此男主脱下外套 秀出了自己一身18块带音效的肌肉 并且每一块肌肉都在帮男主打气 穿上外套后 他接受了欧特的挑战 怎料一走出场 不会魔法的他就被全场在笑声嘲讽 甚至叫嚣着让男主滚蛋 就连参赛选手都认为 神觉者的水准被拉低了档次 对于男主靠自己努力争取收集来的几笔 多特和芬恩是知道的 本想安慰男主不要在意这些人嘲讽 可没想到 而这次三个宿舍参赛的选手 共计12名代表 当然此次考试也是有名额限制的 简而言之这是一场生存游戏 再名为死灵狩猎场 找到藏在场地里的钥匙 并且以自己的战斗方式逃出生天 当然也并非如此简单 钥匙会藏匿在巨魔鱼的符囊里 如果不用魔法像灼气球一样打破的话 就拿不到钥匙 芬恩还以为很简单 殊不知场地还会出现三只死灵 不会魔法又该如何打破气球取得钥匙 并且前提条件还不能触碰 否则将会引来死灵的追杀 按理说这直接就把不会魔力的男主陷死 然而直到看见男主的动作后 游逼 这艘操作简直就是离谱 原来同伴利用魔法先将气球变大 只要朝变大的通气孔中吹入空气 接着男主用超扑常人的无敌大风车招式 在一顿操作猛颅鼓之下 终于是打破了气球取得钥匙 而这一切还得从两分半前说起 这是一场关乎神觉者选拔赛的考试 比赛规则很简单 只要在名为死灵狩猎场 找到藏在场地里的钥匙 而钥匙会藏匿在巨魔鱼的符囊里 并且以自己的战斗方式逃出生天 当然也并非如此简单 但凡你发出一丁点动静 那么就会招来死灵的追杀 而这个碉老却偏偏就不信 原以为随手一发魔法能将气击败 殊不知死灵不痛不痒 抡起斧头就秒叼了 毫无意外 他成了第一个被淘汰出局的 听闻这个消息的众人都惊呆了 他们完全找不到任何跟钥匙位置的相关提示 虽说是场考试 但考验的却是能否逃离敌人的魔法 就在这时 主持人道出了真相 原来死灵是一种免疫魔法的假想敌 如果想单独面对是无法战胜 而逃跑也不是为一种明智的战术选择 可在男主这个肌肉挂逼眼里 就没有一拳不能解决的问题 可这一看众人就懵逼了 他们是没想到死灵居然还会捂着肚子痛苦哀嚎 然而不出意外还是发生了意外 死灵也并非浪得虚明 即使是受到伤害也能迅速恢复 闻言男主面色一变 这打了也像是白打 想必吃到不如直接逃跑算了 也就在这时 随着一声令下 男主的身体跑着跑着开始逐渐变小 凭借灰毛给予的魔法 男主顺利躲过了死灵的追杀 原来他发现死灵的势力不太好 不过相对的听觉却异常灵敏 只要注意这点就能从容应对 随后发动了复原术变回了原样 而这便是他的固有魔法 可以随意改变物体的大小 男主很好奇对方为何帮助自己 原来互相合作更有效率 还未等男主反应 对方硬是拉拢男主结盟 虽然很是猛逼 但男主是个知恩图报的人 通过灰毛的观察 要是大概率会藏于死灵的移动范围之内 至于为什么 他一顿解释 殊不知男主顿时就脑短路失去意识 原来他最不喜欢听到啰哩啰嗦的解释 简而言之 得到最终的答案那便是跟随着死灵走 当别人还在躲避死灵追杀和找寻钥匙无门后 他们两人终于悄无声息跟踪到死灵的位置 两人还在商量着对策 不料意外却发生了 不过无妨 那只脚又出现了 好在熟练的架势让他成功站稳的脚跟 因祸得福之下 他们总算发现了藏有钥匙的气球 就在灰毛研究这个装置之时 男主迫不及待想要透过打气把他吹爆 然而这一碰就坏事了 气球发出警报的同时 还会招来死灵 于是开始总结第一次失败的原因 灰毛认为自己能改变气球大小 至于如何将空气打入气球却是难题 不过男主又有了骚主意 他想要直接将气球戳破 待死灵走后 男主又骚出逆天的操作 于是又开始总结第二次失败的原因 想要在不触碰的情况下 从气球里把钥匙拿出来显然是不太可能 于是想到了破坏打气筒之后 钥匙也许会自动掉出来 可想象是美好的 现实却很骨感 钥匙还是凭借魔法在里面飘荡着 于是又又又总结失败的原因 灰毛得出了最后一种 通过魔法灌爆气球的方法 男主在望向刚才被破坏的把气筒之后 突然有了惊人的妙想 待死灵走后 灰毛发动了将气球变大的魔法 众人一脸质疑 这样变大岂不是更难戳破 就算能碰到气球内部 警报还是照常会响起 理论上身体是进不去气球里面的 尽管在场都是言语间嘲讽 但男主却做出了惊人的举 只见他舞动着双脚 最后双手撑地 摆出了身无可恋的表情 原来刚才的动作居然是霹雳舞的架势 在同学们一脸震惊之下 男主开始双手撑地 使出了无敌大风车 高速旋转的同时掀起了龙卷风 原来利用魔法将气球变大 在向变大通气孔吹入空气直至膨胀 即可无触碰之下打破气球 他们总算是拿到了第一枚钥匙通关 在男主率先拿到钥匙的同时 兰斯也找到了方法 他利用反中立的魔法 将气球压扁爆破之后 轻而易举拿到了钥匙 另一边 多特也成功拿到了钥匙 而剩余的参赛选手 也接二连三拿到了预选赛的资格 然而只剩下弱小的芬恩还未拿到 多特健壮只好自到奋勇请求帮忙 可奈何这是他头破血流之下 才拼命拿到的 另一边 男主在得到钥匙的第一时间 选择给予灰毛学长 他认为多亏了灰毛帮忙 才成功拿到钥匙 灰毛没想到男主 居然是一个善良的好人 不过他并未接受男主的好人 原来他从雷恩听了不少 关于男主的事情 他希望男主能一直善良下去 而他也知道该如何拿到钥匙的方法 没办法 男主只好接受灰毛的建议 临走前还衷心感谢了对方 可男主前脚刚走 后脚他就被老六投醒了 镜头一转 拿到钥匙的选手 都被传送回赛场之上 男主原以为灰毛会回到赛场 如果再不停脚 男主扬言要做了粉毛 而就在这时 热心的粉丝递了饮料和毛巾 粉毛在接过饮料的同时朝向男主 在众目睽睽之下 他打算将杯子里的饮料泼给男主 然而下一秒 在粉毛一脸震惊的同时 男主觉得他张嘴闭嘴 讽刺别人垃圾的人才是垃圾 而且他还没见过比自己更强的人 文言粉毛当场炸裂 这又是什么虎狼之词 随后粉毛扔掉杯子 走到男主的面前 四目相对的同时 眼神露出了杀气 就在即将爆发纷争之时 主持人打破了宁静 接着公布了下一场考试内容 突然半空中出现了三种水晶 并且还帮助在场的所有选手 进行的小组匹配 随着魔镜的揭开 第二场考试名为生命水晶 也就是说本次为团队作战 一队三人 每个人都会拿到属于自己的水晶 只要将其他队伍的水晶全部打破 那么三人小队将会出局 不料一顿解释 男主又挠短路失去意识了 简而言之 也就是团队对抗互相破坏水晶 随后向每人派发了属于自己的水晶 正当主持人说 这水晶相当易碎就坏事了 男主一个手滑没握住就碎了 同样的多特也是如此 这让同队的分文很是头头 两个猪队友经会惹祸 而现在只剩一枚水晶了 要是连自己都被打碎 那就意味着三人被淘汰 不过男主和多特却竖起了大拇指 表示安心无痛苦守护包在他们两人身上 一切准备就绪 众人被传送到比赛场地 而所有的选手被随机分配到不同的地图上 至于男主该如何使出 骚操作守护好剩余的一枚水晶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这个反派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明明有将任何伤害 转移到对手身上的问题 也就是说不管是他自残还是被打 受伤的都只会是对手 但他本人却完全感受不到任何疼痛 然而就是这么无解的外挂 他不敢信这天竟有人明知道 自己会受伤一样强行干大 回復のスピードが追いつかないよう 憐れんだか 無駄だな そんなありきたりな打開策では 少し期待した自分もいたが 残念だ 何だ 女神像に響 まさか女神像の容量には 上限があったのか あり得ない こんなこと今まで 原来就在刚刚 神爵者選拔考试正式开始 然而刚开局就是地域难度 男主所在的三人小队 偏偏是最弱的芬恩手上有水晶 一旦被对手抢走考试将直接结束 可偏偏芬恩还很倒霉 没走两步他就遇到了两个人在战斗 更准确来说是单方面碾压 看到圣者是内推生的第一名罗阳 芬恩连忙不敢再看 但由于此时离去会发出脚步声 于是他也默不作声地发动了龟西大法 等了两分半后他才敢睁眼 而看到罗阳已经离去 就在芬恩松了一口气时 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芬恩毫不犹豫地便转身就跑 可也是这时 他竟不知道自己的身体为何会突然流血 但毫无疑问便是眼前的罗阳大人 芬恩深知自己不是对手 但想到这次的考试只是死守水晶就好 下一秒他也决定使用自己的固有魔法 就在罗阳以为芬恩不过是雕虫请记时 可没想到还没走两分 芬恩竟还留有后手 这招才是他真正的固有魔法 那就是一心换位 更准确来说 他将罗阳与其刚才打败的对手 误换了位置 来为自己创造逃跑的时机 可想象是美好的 下一秒芬恩便感觉自己的腿受伤了 相隔这么远 他还是中了对方的魔法 而也是没过多久 罗阳也赶了过来 但这次他却二话不说 先同自己说道 来彻底封住芬恩的小心思 要知道他明明只要乖乖地 浇出水晶就好 可没想到听到这句话后 却反而激起了芬恩的鼓起 想到和男主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他觉得自己做不到 在他看来这种行为与背叛无意 下一秒他便强忍着疼痛 对罗阳发动了攻击 然而这种深情的戏码 却不是罗阳要看的 在对自己的胸口又来了一刀后 随即他又将小刀对准了自己的脖子 芬恩的行为令他很不愉快 说着也开始动手 可也就在这关键时刻 就在芬恩感动的同时 然而这事意外却发生了 就在男主不明白自己的脑壳 为何会突然流血 只见罗阳也若无其事地站了出来 并表示他感觉不到任何疼痛 原来魔法界有13吨上骨之杖 唯有天赋极高的人才会被魔杖选上 而罗阳便是其中之一 并且他的魔杖很特殊 可男主却不想听他多嗶嗶 再果断地就给他来了一剂顶吸吼 然而也是下一秒 他就明白了罗阳的魔杖为何特殊 他的攻击被原封不动反弹到了自己身上 但罗阳却没有隐瞒的意思 原来他的魔法可以将自己受到的任何伤害 都转移到对手身上 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 受伤的都只会是对手 但他本人却完全感受不到任何疼痛 魔杖会在瞬间就治愈好他 而最装逼的一句话就是 自出生以来他就没有尝过疼痛的滋味 男主所做的也不过是徒劳 说完便果断给自己又来了树刀 伤势被原封不动地转移到了男主的身上 可就在他一脸淡然的时候 却不想这时男主又满足了劲 下一秒硬扛着自己会受到的伤害 也非要过来攻击他 于是也有了开头的内秘 就在罗阳以为男主是想用连续攻击 让他的回复魔法跟不上时 却不想没过多久 他竟发现自己的女神像裂开了 他还是第一次知道自己的魔杖竟存在着上线 看到男主淡定的样子 但罗阳却笑了 因为只有他知道女神像是全自动的 他受到的攻击越多 防守也只会越严密 也就是说比起刚才他反而会更加苦 不仅会主动发动攻击 并且还会无时无刻发动大量的针管 男主再也没机会接近到他 就在罗阳以为胜利再往时 却没想到也是这事 男主却突然从身上抛出了一根铁棒 这正是他之前在殿里意外得到的魔杖 只见他在缓缓将其拉高以后 接着又使劲地将其捏扁 然后用手指在上面抓出了凹痕 等观众再看过去时 这个魔杖却已经被做成了网球派 而男主的目的也正是如此 只见随即他便将球高高抛弃 然后二话不说就向女神像打去 没错这是他自主研发的远程攻击 既然无法接近那他就不接近 而一次不行那就两次 直到将女神像打破防为止 使用风射机避免 因此,你把眼睛押上去! 眼睛押上去! 那是... 我把眼睛押上去! 你很可憐 你也想知道你這麼多的事嗎 我會教你 痛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